今集我們想討論和你和我都有關的交通時事 因為今年8月2日政府收回西稅之後 就會實施新的三稅分流方案 第一階段就是新的固定收費 也就是俗稱的633 到年底前就會推出第二階段 在不同的日子、不同的時段 私家車會有不同的收費 到底這些新方案實施之後 對於我們三個主持的過海習慣 會有甚麼影響呢? 這個新的過海隧道分流方案 其實對於我們三個過海是否有影響呢? 對我影響比較少 因為我不是經常過海 就算要過海 我通常都是把車子停在某一些近地的站的停車場 這麼貴? 對,怕實車 坐地鐵過海是最方便的 其實對我一定有影響 因為我每個星期都可以上環 西水真的很貴 很玉尺 羅湖一轉機 是150元的 所以我的首選都是東水或紅水 有了新收費 無論是第一階段還是第二階段 西水都是便宜的 不過他每次都是下班晚上才去的 第一階段你當然由75元到60元 你可以選一下西水 但第二階段 因為你是入了非凡凡時段 其實西水是便宜了很多的 那我想你去上環也應該選西水吧 應該就是 而且選擇會變好 感覺會舒適一點 尤其是你離開時 你遊遠到九點幾十點 是的 一繞出去便宜了 OK 我通常過海 有時收工五六點 在葵聰 去銅鑼灣 約朋友吃飯 到時 就不會選西水 貴 通常都是走紅水 到銅鑼灣 就塞一下 塞一下一輪就下去了 到第一階段實施 其實應該都會繼續行紅水 到時是633元 60元西水 30-30元 紅水冬水 都還欠30元 我想我都會繼續 生下紅水 如果到第二階段 反而有得選擇 因為到時我 入了這個最貴的繁忙時段 連紅水冬水都變40元 西水是60元 其實差額 差額是細小 真的要看交通 又或者這樣 我有些朋友硬一點 避一避 發房時段 我省下幾十元 喝了一杯椰子 不過我想整體來說 雖然我們各有各的情況 其實這樣談起來 反而調整了價錢之後 我們要想 想走哪條隧道 現在我覺得 我都很少會想走哪條 基本上我由這個點 去那個點 我就一定是走這條 過隧道 我想我們都有一個習慣性 因為你去的地方 通常都是 譬如你去銅鑼灣 你去鑲基灣 我去上環 我一定是 習慣走哪條隧道 將來可能要想一想 要選一選 可能 最後就是因為這樣 就達到政府想做的分流 有機會是這樣 我想整件事調整之後 最具討論性 最多人在網上說的 就是過度性收費那一刻 龍sir 你應該有些看法 是的 早幾年因為深圳車太多 所以限制外地車進來 繁忙時間 就不准進深圳試 結果在高速公路那裡 一給了收費站 那些車就停在高速公路的路邊 等 等到時間才下去 等下等下 那裡就變成停車場 OK 你想想如果差不多的情況 發生在香港 那些人欠幾分鐘 我又等一等 都很壞 很壞 或者快到時間 我猜行友衝一衝閘 如果欠幾元 去做一些危險的動作 真的不建議 尤其是你別以為是小聰明 大路不能牌 我繞到橫街 繞一圈出來 誰知一繞就半個小時 可能 有錢也洩了 所以我覺得 像平常的心 用正常的節奏 因為現在的加價 其實是用一個漸進的方法 每兩分鐘 又加一級 所以不會跳到某分鐘 就突然之間要你多了二十元 不會的 大家就像龍Sir所說 平常心按自己的節奏去走 如果你真的想省錢 你就會較準時出門 整件事 我想大家都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究竟是怎樣的呢 過度性收費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 我已經準備了一個懶人包 短短的精簡一點 跟大家解釋一下 究竟三隧分流後 整件事是怎樣操作 怎樣收費 第一階段是固定收費方案 今年8月2日收回西隧當日就會實施 到時有三條隧道的私家車收費 都會有變 西隧就由七十元變成六十元 而紅隧和東隧都是收三十元 在這隧段 三條隧道的收費都是固定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 到時有三條隧道的的士收費 都會劃一收二十五元 乘的士就簡單一點 選一條最近的就可以了 至於其他車種 這個隧道的收費是不會變的 之後去到今年年底之前 就會推出第二隧道的方案 私家車將會按著不同的日子和時段 有不同的收費 日子就可以簡單一點分為兩組 星期一至星期六就為之一組 至於另一組就是星期日和公眾假期 星期日和公眾假期的玩法是簡單一點的 三歲或一收費 每日分為一般和非繁忙時段 上午的十點十五分 至到下午的七點十五分 就為之一般時段 三條隧道都是或一收二十五元 其他的時段屬於非繁忙時段 價錢就會變成二十元 至於閒日的星期一至六 就分為三個時段 首先是繁忙時段 在早上的七點半 去到十點十五分 和下午的四點半 去到晚上七點 然後有一般時段 是上午的十點十五分 去到下午的四點半 其餘的時間都屬於非繁忙時段 在繁忙時段 西稅最高收六十元 而紅稅和東稅最高收四十元 而一般時段 三歲或一收三十元 非繁忙時段 三歲都是收二十元 至於每一個時段變化之間 都會實施一個叫做過度性收費 做法是每兩分鐘增加或減少兩元 直至達到另一個時段的法定收費 舉個例子 平日上午七點半之前的紅稅 只是收二十元 去到七點半開始 每兩分鐘就會加兩元 直至到四十元為止 然後去到上午的十點十五分 就會每兩分鐘減兩元 直至減到三十元 進入一般時段的收費 希望這個懶人包可以幫到大家 了解到到時實際的操作和玩法 接下來我們都準備了一些 對於三歲分流普遍會有的疑問 亦都向運輸署查詢了答案 在過度性的收費時段 會不會有人刻意拖延時間 例如說專門要找錢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第二個階段是會配合二通行進行的 所以到時候的隧道是沒有收費 沒有人手收費 那些車是碰碰碰過的 那過隧道的時間又如何決定呢 二通行繳費系統 是會透過在隧道範圍安裝的 Tallpoint 設備 偵測車輛通過隧道的時間 當實施不同時段 不同收費之後 車輛通過Tallpoint 的時間 就會用來計算隧道費 每個人的手錶都不同時間 收費不是有時間咬嗎 大家不用擔心 到時在Tallpoint 上 就會有一個顯示屏 顯示當時的收費 其實大家進入二通行的app 亦都可以檢查到 你過隧道時的收費和時間 如果看到這裡 仍然有點不明白的話 不要緊 我們模擬一下 到時實施了第二階段之後 在不同的日子和時間 過三條隧道的私家車收費 究竟是多少呢 我們看看第一個例子 星期日晚你睡得夠 星期一一早起到身 六點半就過隧道 這個時候屬於非繁忙時段 紅稅、東稅和西稅 都是收二十元而已 然後去到星期二 你照平日出門口的時間 早上七點四十分過隧道 現在是屬於過度性收費時段 紅稅、東稅和西稅都加到三十二元 接著我們再看看星期三 回了兩日工 你今天硬了出門口 七點五十四分過隧道 紅稅和東稅已經加到頂 是收四十元 而西稅仍在加價期間 現在是收四十六元 希望大家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就明白多些到時三稅分流的操作和玩法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想問 記得在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量解答 如果不是一樣的話 你和意外的玩法 進去到行評理 公園 快要 不答應 進espère ? 我